哈喽大家好 亲民啊 现在咱们到轮软地这里 大家看到没有啊 已经很饱满了 准备开熊花了 现在少量开几朵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熊花啊 现在的话可以施富和肥了 施个三四斤就可以了 像我们这些树啊 施个三四斤的富和肥 还是蛮ok的 大家看一下啊 还是蛮不错的 他这个花尾啊 都是煮花碎上来 他这个这一边呢 都是煮花碎上来 比较多一点啊 他没有梳花 他之前打了多效作来压制他了 大家看一下 他之前打多效作是40克30斤水吧 他大概用了400多克 用了2000斤 他跟那个云台树内子啊 多效作啊 卡基变灵啊 卡基嫖令啊 卡安基嫖令啊 就这种 还有打了一些杀虫的 高丽啊 甲维言这种 他打了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啊 他这个的话是10月29年的立酸甲啊 你那立酸甲之后50多天他就来花了 大概12月中旬就来花了啊 来那露露那个红点了啊 露红点之后到现在已经是这个花碎了啊 花碎之后到这边的话是去洗花吃了 就是熊花第一批开放嘛 啊 等到开完之后就到熊花到池花啊 池花开又再到熊花 然后就然后就是小果了 小果就是利豆大小了 刚谢花啊 如果你的栗芝是看到有熊花开放了 有几朵像这种啊 一个花碎有几朵熊花开放 就要打那个药了啊 栗芝的话 都要打那些都要做给你吸力啊啊 像我们龙眼的话就不用嘛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大家看一下 还是蛮不错的啊 目前呢 主要工作你可以挖坑丝肥的啊 是复合肥三到四斤 或三到五斤都可以啊 今天呢 就主要带大家讲一下啊 讲一下这个林立山甲了 还有目前要做的是啊 是个复合肥给他三到五斤啊 今天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下方评论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苹果 喜欢的吗 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车的观看 一会儿的观看 没有 我们下车的观看 我们下车的观看 就是我把手的观看